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小朋友三景莊 爸爸媽媽送一送,嗚嗚!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Toni哥哥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Suli姐姐 今天來到母親節系列的最後一集 即是說大家小朋友距離準備母親節禮物的時間要短 沒錯,接下來5月10日,星期日就是今年的母親節 不知道有這麼多小朋友準備好你們的母親節禮物沒有? 我們今天也會教你最後一款母親節禮物 使大家送給各位的媽媽 我昨天就有一個花籃,一個很精緻的花籃 我們今天就,看來應該是一些平面的創作 就不像昨天,是一個立體的創作 不過我們整理今天的小手工之前 我們也不如說一下,其實在母親節 其實也有不同的人會送一些花給他們的媽媽 以是他們的敬意 但是呢,除了很出名的康乃興之外 其實在母親節也有不少人會選擇用其他的花去代替 我又比較笑聽一點 通常母親節都是送康乃興的 是的 但是,其他花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其他花,例如呢 我們平時經常聽人說荷蘭很出名的屈甘香 原來屈甘香在母親節的時候很受歡迎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屈甘香的花田 我看到的顏色很鮮艷 是的,他們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那屈甘香的感覺很清新 顏色很搶眼 而且很有活力 是屬於春天的花 其實這個母親節也是介乎在春季和夏季之間 天氣也是比較熱和濕的 它的顏色代表舒適和幸福 如果家裡的媽媽是一個很活潑、很開朗的人 其實送屈甘香給她 其實也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嗯,可以希望她繼續保持這麼幸福 是的 證明家裡的媽媽很有活力 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如果小朋友 例如想做一些關於屈甘香的手工送給媽媽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的 那講完屈甘香之後 我們就看看下一種的花 這個就是茅丹 茅丹 茅丹是否比較中式的花 是的 茅丹可能在亞洲地區會記得多 茅丹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 叫花中之王 花中之王 為什麼它有這麼特別的名字 因為茅丹有一種大富大貴的意思 很雍容華貴、很漂亮 很華麗 是的 那代表著茅丹花同時都寓意了一種幸福美滿的家庭 嗯 如果平時家裡 父母和小朋友之間的相處都很融合、很開心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為一個茅丹送給媽媽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嗯 是的 這個就是 例如你們想做什麼的花 這個就是隨小朋友的選擇 嗯 做什麼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有一份心意 是的 還有最重要是留意一下 自己媽媽平時是喜歡什麼花的 是的 就算喜歡那個花語 未必是跟自己媽媽的性格很合 但最重要是一份心意 我相信各位父母 收到小朋友的作品都一定很開心 嗯 是的 說完茅丹 到這個了 這個叫馬蹄蘭 嗯 這個比較少見 還有它是跟剛才那兩種不同 跟剛才那兩種 就是顏色鮮念一點 嗯 這個就是淡色一點 是的 它也是黃色的版本 嗯 因為顧名師的馬蹄蘭 其實它也是一種蘭花的一種 嗯 我們經常說蘭花 在農曆新年的時候 家人就會去買劍蘭 買蘭花在家裡插 嗯 原來這一款叫做馬蹄蘭 它象徵著壯麗和美麗 嗯 同時也有純潔和高貴的意思 那來呢就是畫出來送一顆給媽媽 也是一個很合適的選擇 嗯 是的 希望祝福自己的媽媽 一直保持著都是這麼美麗 是的 又美麗又高貴又大方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很多女士都很喜歡的一個象徵 哈哈 沒錯 還有一個收花很多女士都很喜歡 是的 那說完馬蹄蘭 那就到這個 這個叫山茶花 山茶花 是的 山茶花在韓國是很常見的 是的 那看到它這棵的顏色也是比較鮮艷 嗯 開出來也很漂亮 那它山茶花呢 就有這個叫做長壽和感恩的意思 是的 就是一方面呢 例如小朋友送的時候 就可以祝福媽媽 可以長長壽壽健健康康 同時也可以表達自己對媽媽 養育之恩的那種感恩之情 嗯 我看到它的樣子是有點像玫瑰的 即是它雖然是山茶花 但是有點像的 是的 有一點像玫瑰的 不過呢 它就不像玫瑰 這樣就一枝枝 它通常就好像是 即是 這些藍藤式的植物 就似乎在一些牆 或者一些植物上面 就會這樣生長 嗯 但它開出來的那個顏色和形狀 都和玫瑰花都有點接近 是的 我們今天就簡單講過 就是一些不同的 不同類型的花 就是這個母親節 其實就有 即是有它的發揮的時候 是的 都想考考一下小朋友 究竟大家知道 母親節的由來是怎樣的呢 母親節 我只知道 五月每一個五月的 第二個星期日就是母親節 嗯 但怎樣來呢 又真的不知道 是的 其實世界各地 慶祝母親節的日子 都不一樣的 嗯 例如我們香港 就是跟著美國的傳統 就是五月第二個星期日 嗯 有些國家會在三月的時候 甚至可能是十月都有的 嗯 就視乎每個國家不同的習俗 嗯 但既然我們跟美國的傳統 我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美國母親節的由來 嗯 那就大約在八一 八幾年前左右 150年前左右 150年前左右 就有一個叫做安娜的女孩 嗯 她就為了紀念她過世的媽媽 她就特意拿了五百枝梅 五百枝康賴慶 嗯 就送到她媽媽以前 去開那個教會那裡 就是為了紀念她這位媽媽 對她的照顧 的感情 嗯 自此之後她就不停地向外推廣 就是我們其實應該都要每年一定一個日子 就是去尊敬我們的媽媽 嗯 後來美國的總統就更加把五月第二個星期日 就定立為母親節 是一個法定的節日 嗯 成為一個國家規模的節日 嗯 於是呢 這個傳統慢慢地就傳開了 來到我們香港 都繼承了美國的傳統 嗯 平時大家 可能跟爸爸媽媽去到日本或者泰國 她們都有自己母親節的傳統 嗯 在泰國 她們在她們的母親節就會 用一種 就是她們用藍色去象徵母親節 嗯 她們就喜歡送一些比較 一些有藍色的物件 這樣 就去寓意她們的母親節 嗯 這個就是不同國家的一些 母親節的傳統和習俗 嗯 而且我剛才聽Tony和我們說 原來有些國家三月有母親節 五月又有十月又有 那就是說呢 如果是 隨時隨地 每一個月份都差不多可以和媽媽慶祝母親節 是啊 即是五月 即是第二個星期日 沒錯 其實不單止一個指定的日子 其實可能每一天都是母親節 哈哈哈 所以大家都要 祝大家的媽媽多些 嗯 沒錯 我們就開始講了一些 很多關於母親節的一些祝福的花育 就是有關的花肚 以及也講了她一些簡單的歷史來語 嗯 那麼我們不如也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關於今天我們這個小壽工 嗯 是的 那麼這個小壽工呢 都非常之簡單可以完成的 嗯 那麼首先呢 跟大家講一下一些什麼的材料 嗯 是的 那麼材料 材料方面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螢光幕的 我先調轉一張紙 是的 然後再調轉 那麼其實呢 我們照讀給大家聽聽 其實在今天的準備賽事 有一張硬卡紙 硬卡紙 為什麼硬卡紙呢 因為我們平時都提出環保 可以用一些環保紙 雙面紙都可以的 但是今天硬卡紙 因為我們想製造一幅拼貼畫給媽媽 哦 拼貼 哦 平貼 對 硬卡紙的話呢 就可以容易些 送給媽媽 而且容易些保存得久一點 嗯 而且還有筆 對 那要準備兩款筆的 顏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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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大家畫畫的時候 方便起稿 顏色筆方便去 油顏色 還有一些線條出來的 還有色紙 色紙呢 是你用不同顏色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是花 所以建議大家 都可以找些 鮮念少少 或者彩色少少的顏色 還有張紅筆 張紅筆 張紅筆這袋要提提大家的 我們平時有 膠水或者張紅筆也可以 但是呢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請問一下 現在畫面應該很正 最後一個材料 膠水和張紅筆也可以 但這次建議是用張紅筆 因為我們做拼貼的時候 控制會比較好 如果用膠水試過 很容易 因為我們待會撕的紙會比較小 如果膠水很容易 它一按下去 膠水就會在旁邊 流出來 效果沒有那麼漂亮 張紅筆就會好一點 雖然它會比較快乾 但是我們再查一兩次 都容易黏得勻 因為今天我們做的拼貼手工 紙會變得比較碎 這個小朋友也要多加注意 我們給小小時間 小朋友預備一下 今天的材料 我們接下來的星期是母親節 我想小朋友 這一天應該會對著媽媽 比較聽話 平時也要這樣聽話 對 對 不單是星期日 不單是來的星期日是母親節 其實每一天都可以是母親節 甚至是父親節 最重要的訊息就是 希望這麼多小朋友 會有一種感恩的訊息 帶回他們的媽媽 讓媽媽知道 其實你也很緊張他們 沒錯 這次的拼貼手工 怎麼做呢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製成品 就是這樣 你看到 其實 可能 你看到 這些其實不是由顏色 油出來的 就是撕了一些紙 去貼上去的 這些都是 全部都是撕了一些紙 小小的貼上去的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容易製作的 因為如果大家 好像我這樣 不是很厲害畫畫 又說起花 又覺得很複雜 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你可以畫一些簡單的線條 在畫上畫一些簡單的線條 然後 用一些水筆 畫深色一點 粗一點 方便我們一頓貼的時候 就不會貼出界 如果畫了之後 你可以給另外一個款 就是 今天會做示範的款 你看到 有三枝的花 還有一個很大的蝴蝶劫 其實就沒有限定哪些位置 要做拼貼 哪些位置要做油顏色的 其實可以隨大家的小朋友 或者說 可能我媽媽原來對花沒有什麼興趣 可能喜歡其他東西 其實你也要在你的拼貼上畫一幅 你媽媽喜歡的東西在上面 嗯 其實今天的拼貼 就不單止可以製作花 沒錯 基本上 小朋友想到的圖案 其實都可以創作 對 甚至乎 可能把你們的全家福 貼上去 或者是製作一些 可能圖案 卡通人物都可以 嗯 這個時候 我就準備其他材料 其實 可能有些小朋友問 如果用剪刀剪行不行 其實找剪刀剪或者 找手滅都沒有問題 我就覺得 找手滅的變化更大 沒有那麼規則 可以有多些不同的圖案出來 首先 準備一張小小的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很小心 為甚麼呢 就要記得家裡這個時候 就不要開風扇了 要不然 這個撕的時候 就要撕開 要撕開 但最重要是自己清潔 因為這個手工 是我們製作給媽媽的 嗯 沒有理由製作給媽媽的時候 要媽媽繼續幫忙收拾 所以這個小朋友 都應該是自己的事自己做 製作的時候 就可以自己去完成了 而且這個任務 就是今天這個畫作 都非常之簡單 我相信小朋友 其實比較有能力 去自己一個完成 嗯 希望小朋友在製作的時候 都全心全意去做 不要留下手尾 要媽媽幫你去清理 都盡量自己去處理 自己製作出來的垃圾 是的 其實很快 你見到我 在這裡聊聊天 很快就撕了一點 可以撕不同顏色 我為了快點示範給大家看 我撕了一點黃色紫碎 這時候撕完 就可以在中間這個花瓣 我塗一點張護筆 然後就可以 逐粒紫碎貼上去 那如果我撕大塊一點的紫碎 可以嗎 也可以的 其實好像下面這個蝴蝶結 可能它這麼大個的範圍 未必是這麼小的 其實可以撕大一點 或者可能你在裡面 再貼一些不同的圖案都可以 哦 其實撕的紫的大小 甚至大家畫的圖案的大小 都沒有特定的要求 最重要是大家做起來的時候 就順心順意這樣就可以了 沒錯 還有你們選擇顏色方面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你們的媽媽會喜歡什麼顏色呢 嗯 可能會選一些他們喜歡的顏色 那媽媽收到的時候就會特別開心 是的 最好做的時候 事前 了解一下媽媽喜歡什麼花 然後再做一個 自己媽媽喜歡的花朵的形狀 一定更加開心 收到的時候 對 還有最重要是要記得 是要保持神秘感 嗯 那就要靜靜地去做 最後到時候就可以 星期日的時候 給一個驚喜大家的媽媽 是的 接下來星期日就是 就是今年的母親節 我也很期待 小朋友究竟會做些什麼 給他們的媽媽 去過過這一年的母親節 是的 我覺得這一年真的特別 要多謝家人 不單止媽媽 多謝家人 因為我們小朋友這幾個月都未復課 是的 就是家人 很多時間在家裡 變成家人照顧自己的時間又多了 嗯 我覺得這些字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去表達對家人的感謝 嗯 其實這些 我們今天教授的拼貼 不單止是母親節送給媽媽 甚至可能送給在家裡 有份照顧你的家人 例如爸爸 爺爺媽媽 公公婆婆婆 或者其他親戚朋友 這是一個很好的心意 去表達你對他們的感謝 嗯 沒錯 其實這個很快就貼好的 可能有時候 會有一點重疊 其實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 貼在黑色框線裡面 盡量不要貼出界 對 因為黑色框方面我們 貼完出來也是看到一個花花圖案 不用貼完出來會不會出界 那就不見了一個花花圖案 嗯 嗯 這種拼貼的效果就像我們平時的筆 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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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 這張玫瑰花圖案 雖然還有一雙花圖案 但它有不同顏色的花圖案 嘩 一朵花開了三種不同顏色 哈哈 彩虹的花圖案 今天示範暫時來到這裡 希望我們可以很快看到你們 去製作送給媽媽的拼貼畫 嗯 我們這個除了送給媽媽的拼貼玩 我們也好像有個大獎 是的 我們今天這個母親節系列 最後一集的挑戰就是一個最豐富心心大獎 不是 說錯了 我們說錯了 這是最窩心拼貼大獎 最窩心拼貼大獎 希望大家送這張卡給照顧大家的媽媽 或者家人的時候 都可以令他們感到很窩心 覺得很舒服 或者也感受到大家對他們的感謝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 各位小朋友 在下星期一 5月11日中午12時之前 將你們最窩心的拼貼 就在我們那兩個Facebook網站上留言 以及拍張照片給我們看看 看看大家究竟對於你們的媽媽有多窩心 多麼關懷 沒錯 我也想很快看到大家的作品 感受一下大家 慶祝母親節的那種溫亂 是的 我們今天就簡單講過一下 一些不同的 在母親節裡面會送的不同的花 一些簡單的樂園 甚至也講過我們今天會做的 母親節特別系列的小手工 也是時候回顧一下對上星期 究竟大家在我們參與不同的母親節系列的活動的時候 會有什麼作品來看看 我看到那些小朋友已經在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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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是的 我們先由星期一開始回顧一下 星期一就是一個最豐富的深深大獎 這個真的是星期一 是的 我們看到兩位小朋友的作品 第一個就是卓蜳蜜蜜蜜的作品 我看到她的深深圖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有很多不同的花紋 而且形狀都好像有點不同 我看到有些長一點 有些是比較圓 嗯 她裡面的圖案都很豐富 有格仔 有波點 有橫紋 也體現了卓喬的豐富想像力和創意 看上去很簡單的心心 他畫了很多變化 也要讚賞卓喬的最豐富的心心大獎時的心機 而且他填滿了整張紙 空白的地方只剩下很少 他盡量利用這張紙把每一個心心都畫上去 多到滿捨的愛意 心心滿捨 再看看下一個作品 下一個作品是蘇姨的作品 我們看到裡面的圖案也很豐富 除了有心心還有很多星星 應該是自己創作的圖案 我看到他有一些心心就好像畫了一個人的樣子 把心心意人化 感覺很實在 而且也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令到畫出來的感覺更加層次很豐富 也有不同圖形在裡面 令人覺得很實在 所以在這裡恭喜蘇姨可以獲得這個最豐富的心心大獎 恭喜 恭喜 說完星期一的大獎 回顧一下星期二 星期二是一個框出重要人物大獎 是的 我們可以首先看看 這一個應該是蘇姨的作品 蘇姨的作品 我看到其實這個圖案裡 除了家人 還有其他小寶寶 小動物在這裡 是的 但我看到最重要的是 祝福他的媽媽 他為他媽媽做了這麼特別的一個框框 是的 證明了 我想蘇姨一定是很疼愛他的媽媽 是的 很多愛 是的 很多愛 看到他其實是一色五張圖片 五張裡面也很看到 他對媽媽的愛意和敬意在裡面 也很欣賞蘇姨對他媽媽的尊重 嗯 讓我們看看 看看另一位的作品 嗯 另一位的作品是 Rev Chakiawai-lee iev Chakiawai-lee Rev Chakiawai-lee的作品 是非常厲害的 不只做給自己的媽媽 還做給媽媽的媽媽 爸爸的媽媽 還有爸爸媽媽的媽媽 對媽媽媽的媽媽 會有祂媽、婆婆 還有兩位的太婆婆 都是 Rev Chakiawai- survam的製作對象 卓喬不僅是為她的媽媽而製作 更為了大家的媽媽一起製作 其實她的心意很濃郁 不會只是為了自己的媽媽製作 她更願意為其他人都製作同樣的作品 沒錯 所以恭喜卓喬威利 可以得到這個框出重要人物大獎 好 恭喜 到星期三 我看看星期三的作品 星期三是很大的心心 Fooddie Wednesday 就是水果卡 水果卡 這是否士多啤梨呢 如果是水果卡 這是一個心心型的士多啤梨 是的 這作品屬於Zooi 我記得在帖子中看到一個介紹 原來Zooi除了這張卡裡面有畫作之外 原來裡面隱藏了一些很複雜的密碼 這麼神奇 為什麼是什麼密碼呢 這個可能是否要媽媽才拆開到的密碼呢 哦 這個是Zooi為她媽媽精心製作的一個解碼遊戲 嗯 是的 即是她把很多創意都放在當中 不單止把那天學到的東西放在一張卡裡 還可以把她想到的東西都放進去 證明她的心思真的很好 除了做一些小手工送給媽媽之外 另外在裡面加一些解謎的元素 令到整個作品不單只是看 還可以有玩的成份在裡面 嗯 所以我相信她媽媽應該都很喜歡這張卡 所以她就獲得這個最適合心水媽媽大獎 是的 恭喜Zooi 我們今天的頒獎來到這裡 也回顧了星期一至三 有不同的小朋友各自的作品 也看到她們對媽媽的愛意 真是多到滿捨的包棒 令我們感覺到接下來的母親節 那個氣氛應該都是很愉快很開心的一天 沒錯 而且今天也很特別 平時可能要上學或者上班 沒有什麼時間相處 但這一段時間真的多了一些相處的機會 是的 因為剛巧小朋友在家裡不能上學 爸爸媽媽也要照顧她們的時候 變成大家這兩個人的感情 其實都可能增進了不少 不單只是在爸爸媽媽下班的時間 才可以見面 現在就可以更加多時間在家裡見面 之前一直見到她們 也有小朋友可能和家人一起做不同的小手工 也見證到不少的家庭的感情 都不斷地升溫 就是越來越好的感情 嗯 今天我們也說了很多事情 也做了一個簡單的手工示範外套 我們的手都很骯髒 也是時候去我們今天的洗手歌 嗯 小朋友齊洗手 我來自從前幾天 水管制 都會用水管制 喝水管制 好好细手好好长大 好 洗手干净了 那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 大家记住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 都来我们Facebook 留意我们的直播 那我们今天的小孩三点钟 爸爸妈妈松一松 到此为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